沒錯 那就讓我們來歡迎第一組參賽者登場了嗎 沒錯 我們第一組的參賽者是我們的亮亮 還有扮演角色是冬黎教育的蜜天凱 好 讓我們歡迎他們上台 開手開手 攻 niche 好 讓我們來做 abol rehearsal 搞不夠 Oh 純定愛,刑 Gleich。 自 88 わ ent 盼相。 很難以為即刻。 純定愛,刑旬自転受棧。 楓 digo,神絡好個譜。 就了解了解, pmithelio. 我以為是你身體的大差 但你身體有大差 你身體有大差 我以為是你身體有大差 但你身體有大差 好,馬上是拍照時間,大家趕快趁機拍照喔 來第一個POSE 好,準備第二個POSE 好,趕快喔,再來第三個POSE 好,抓緊時間要趕快喔 好,五,四,三,二,一 好,謝謝 謝謝亮亮我們的精彩演出 來亮亮中間請 來 好,亮亮你有沒有 她的表演非常的精彩耶 謝謝謝謝 因為其實也為了這個表演 就是花了蠻多的工夫的 就是還麻煩小天使們幫忙做 做一些彩排的預演動作 因為其實雖然比賽只有一分鐘 比賽只有一分鐘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能夠 在這短短的一分鐘之內 讓大家了解東第一劍遊擊 那我對蜜蜓台這個角色 其實就是在第一劇他出現的時候 我覺得他做了一件 就是我跟他做的一樣的事情 所以讓我非常非常的震撼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我想要帶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蜜蜓台這個角色 那我剛剛有一個動作其實是 他一直在看著他的劍 因為在劇情裡面呢 蜜蜓台還是一個愛劍成癡的人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喜歡劍的人 這樣子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們的個性可以像他這樣子 對於事情有一樣的執著 然後就像我對Cosplay的熱愛一樣 我覺得這是我跟蜜蜓台最像的地方這樣子 非常還原原作的世界觀啊 就是非常詳盡的解說 那接下來我想再給大家看看幾個問題 就是當初開始玩Cosplay的奇跡是什麼 其實當初玩Cosplay的時候 我一開始就是喜歡霹靂布袋戲的聖石傳說 然後那個時候 對我那時候還去電影院三刷 然後只有我一個人而已 因為你們全家都沒有人喜歡布袋戲或歌長戲 可是那時候我一看到聖石傳說 我就超愛的 我想說天啊 這根本就是開啟了我的一道 就是一個一扇門 然後我就沒辦法把那個門關起來 你知道嗎 就是一直開到現在 從聖石傳說開到現在一直關不起來 對 那你有沒有覺得就是Cosplay為你的人生帶來的一些事 其實我覺得這個部分我要跟 也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覺得其實在Cosplay的路上 我一直一直都是非常的開心的 因為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說 雖然有時候我從 我是從學生時期開始玩Cosplay 然後一直到工作的時候 生活中難免有一些挫折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當我每次在玩Cosplay的時候 就是我開始就是研究這個角色 或者是我看著這個劇情 我臉上就會開始有一幕微笑 就是這個是發自內心就會覺得說 其實我是幸福的 因為我覺得我可以跟著這些角色 感受他們的人生 我相信他們會陪伴著我 所以我會覺得說 即使不管遇到多少的挫折 我只要遇到Cosplay 我能夠玩Cosplay 甚至可以了解Cosplay 我覺得我就會很開心的 而且那個笑容是發自於內心 因為有一次我的家人陪伴我說 你為什麼對著電腦在那邊痴痴的上下 然後我就想說 有嗎 我怎麼其實還說 姊姊明的那個笑容有一點詭異 就是好像是看到了什麼很幸福的東西 又流流水嗎 流流水的插口 對 就是我後來才發現 原來在家人的眼中 還有朋友的眼中 原來我在看Cosplay 或者是我在喜歡自己東西的時候 原來我是這麼的幸福的 我也希望把這一份幸福 帶給所有所有的人 因為我覺得能夠玩Cosplay 能夠認識ACG 然後能夠認識布袋戲 其實我是幸福的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漂亮 謝謝精采的演出 謝謝